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非常佩服刚才海军统治的说法,但是我就不评论这个东西。 我只回应一下昨天赵岩朋友说的那句话,我要回应一下。 他说,我给共产党关了15到17年,是冤枉。 确实冤枉,我从来没有说我不冤枉,所以才要平反嘛。 你不是说冤枉,可能是活该。 共产党才说活该。 因为原来我就不反共嘛。 我不反共,共产党说我反共,说我反革命。 我到海外我就反共了,我就反革命了。 那就证明共产党对了嘛,打对了嘛。 我在国内也不反共,我在海外也不反共,才能证明共产党错了。 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你八九也是这样的,我跟八九都说。 你们在八九都说,反关导,反腐败,爱国民主运动。 到了海外就说,我当时实际上我就想反共了,我就反华了,我就不是爱国运动。 德罗斯大屠杀了,你还不反共。 那另外一回事。 在屠杀之前你不反共。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另外一回事。 不,请你不要反共。 另外一回事,你可以说。 完全没有逻辑。 完全没有逻辑。 你出来以后,那你可以说你出来以后才能反共。 你不要说你当时去反共。 可能多人你都不反共。 一样。 对,还有五七年也是这样。 是很多右派。 没有平反之前,共产党,我是受冤枉的。 我受冤枉的,我是党是我的母亲,我是为党好。 结果后来一风吹了,平反了。 我当年就是反共的。 毛鱼师不就这么说吗? 那就说你对了嘛。 所以林熙林,她过去说我不反共。 我不反共,我是批评共产党的。 我后来坚持到海湾海水,那么就证明共产党错了。 就这么回事嘛。 所以说,你还有这个,彭宁也是这样。 彭宁在国内中发联,非常温和。 说说左脸给共产党打,我给右脸给共产党打。 出来以后又要放毒,又要送炸药,又要怎么样的。 我说彭宁,我说你国内那么温和,坚持温和路线嘛。 这样才能证明共产党错了吗? 他说,我到海外我不反共,谁给我钱啊? 这朋友说的话,对不对? 你同样的,胡赵基金会,胡赵不反共啊。 胡赵肯定不会反华啊,他们总书记啊。 但如果说胡赵基金会,如果说到海外就反共了,反华了, 那胡赵也不对了嘛。 民主党也是这样。 军昌也这样,军昌过去是共产党团中央的,对不对? 肯定不反共嘛。 到海外现在反共调子这么高,我说军昌那怎么办呢? 就是,民主党九八年成立,讨论大会主题。 对,九八年成立的时候,民主党是不反共的嘛,对不对? 你到现在把民主党弄反共了,那国内民主党也没法生存了。 现在问题就是,你海外民主党反共调的越高, 你国内民主党也没法生存了。 好,就说完了。 韦东,第二,军委做准备了。 你自己把握时间不要叫我,叫你。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是这样,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全球的这种关系, 所以我还回到这个视角上。 刚才看了,包括小彤的老朋友张伦教授, 还有几个论述者, 大概呢,沿着一个美国的这个说法。 就是整个这个国际关系的恶化, 都是由于习近平,由于中国的责任, 等等这样的关系,破坏国际规则。 但是这个也有另外的一个问题, 比方说我自己秉持的政治立场, 我无论从六四以来, 从六四以来到现在三十多年, 我一直反对不本党。 不然的话,我不会在海外, 作为流亡学者来出来。 对不对? 但是呢,我反共不反中。 去年以来,我一直在说这个事。 反中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地缘政治问题。 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 是存在着一种地缘政治之争的。 我昨天在简短发言当中, 我也反复说, 当美国把地缘政治上升到一个主流的时候, 然后从地缘政治角度上, 而且他布林肯和拜登上台, 就宣称他们最初的讲话, 全部都说中国是二十一世纪, 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 那么从这样一个目标出发之后, 他所倡导的国际民主, 或者中国的民主, 这些东西, 都成了某种旗号。 就没时间论述这个东西, 我们这两年在美国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台海这儿, 昨天我也说了, 基本上是认为台海, 基本上台湾要失去了。 在失去的过程当中, 把锁链卖一个好价钱。 然后把台湾变成武装, 成刺猬的一个新乌克兰。 然后让大陆两边和台海打起来。 且不说有没有理, 台湾该不该独立, 那些事今天没时间讨论。 下来如果有时间, 我们到吃饭的时候, 或者私下里去讨论这些问题。 我也认为台湾如果在没有美国背景的情况下, 不作为美国的不成的航空母舰的情况下, 独立没有问题。 一个华人的新国家, 有新加坡在, 马来西亚那么多华人, 人家都过得好好的。 新加坡作为独立的华人国家,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台湾作为独立的华人国家, 有什么不可以呢? 都可以。 它现在的不可以就在背后是美国的背景, 然后加上中美对抗。 中国实际认为台湾是美国的不成的航空母舰, 是中国向外发展的东南大门的锁, 封锁了整个台湾, 如果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 那美国就可以驻军, 就可以等等等等这类问题。 这是一个未来长期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战略问题。 如果我们在全部的逻辑叙述上, 全部套用在一个民主专制的逻辑下, 说由于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 我们一直反对共产党, 我们一直希望中国民主化, 我们一直做种种的努力, 包括我们去年年初发表的宣言, 中国怎么政治改革, 我们都有正式的文件在。 但是那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 或者是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 当加入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之后, 刚才台湾作为一个锁放在这的过程当中, 我们尽量最好想办法促使这两个大国不搭起来, 不以台湾作为棋子, 不把台湾像乌克兰一样牺牲掉, 然后想办法在中美某种地缘政治能够合作的情况下, 推远台海的这种战争态势。 那我下午又专门讲过我的第三方案, 就是所谓中间方, 就前面的前屏先说到这。 好了。 好,让位。 谢谢啊, 这个我是, 因为刚才听了小鹏, 罗小鹏, 他的讲话, 我也有一点感想。 小鹏这个是, 我觉得是海外我们这些公司里面, 是最有思想和学术水平的, 我一直期望他, 我们要出版他的书, 他谈的问题就是非常宏大, 经常能够连续历史和哲学。 今天他提出这个, 我今天比较惊讶, 他提出他早年八十年代提出这个审计竞争了, 那我就想到了这个, 我们有一位学者叫张武昌, 他提出的中国经济最好的制度, 最好的制度的原因, 就是中国这个县计竞争, 那我觉得他是不是超你的, 你这个是不是比他早, 那么张武昌提出这个是最好的这个制度, 后来他这个说法呢, 我记得我前几年, 我回中国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书店, 这个张武昌的书, 是摆在最前面, 这铺天开地都是他的书, 因为他说了中国, 这个经济中国是最好的制度, 但是这几年呢, 后来他又被下降, 又被下降, 这个原因呢, 可能也有其他原因, 因为他说了一些什么, 好像是反松中的时候, 他说了一些话, 另外呢, 也是, 薄熙来以后, 薄熙来以后, 他们好像对中国这个制度, 都有开发了, 包括他, 他是代表芝加哥这个科斯的, 制度经济学的科斯, 后来也是, 他认为, 当当时他认为呢, 这个, 中国的中纪制度, 这个, 因为上午常识认为是在那最, 最前线, 是最了解中国的制度制度, 但是科斯后来, 这个也是看法有改变, 他最后也提出了, 中国这个, 缺乏思想的市场, 缺乏思想的市场, 直接就是, 没有思想这个制度, 对吧, 那么, 小鹏他刚才提出呢, 这个, 这个关系到这个, 中国的模式, 特别他提出这个, 这个一带一路, 那么这个呢, 他又刚才提到, 和美国的这个移民啊, 移民问题,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是, 两个不同的问题, 美国的移民问题啊, 这个两党竞争啊, 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啊, 这个, 这个在叫, 这个党征吧, 最近把这个, 新移民就搬到这个, 这个, 那时候麻州啊, 这个这些, 这个富豪的, 这个家园去了, 对吧, 这个呢, 那我又想到, 这个西方这个移民问题啊, 这个, 这个, 艾薇薇啊, 艾薇薇拍了一个片子, 叫人流, 可能大家都不太, 不太了解, 我前几年的时候, 还在, 明镜专门做过一次, 节目呢, 这么谈他这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就, 谈了就是西方的难民问题, 当然美国的是移民问题, 那我在那个节目中就谈到, 艾薇薇这个片子, 他最后给我们的最后得出的结论呢,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大概都是难民, 那这个难民问题是, 现在什么呢, 这实际上难民问题, 实际上最后就是西方的问题, 在他看, 后来他这个片子, 就拿到那个奥斯卡没获起来, 因为这个触痛了西方这个, 这个地缘政治各方面的原因, 因为他去了这个, 加沙地的中东, 他到以色列的时候呢, 以色列不让他去那个, 就是那个加沙地带去拍片, 就是他为了这个事情呢, 据说他在以色列就待着不走, 他说你们不让我拍, 我就一直待在那里, 因为他艺术家有创作自由, 后来呢, 通过各种角力, 他最后拍了一些难民的景, 实际上他跟难民问题, 最后西方背后有很深的原因, 这个呢, 他触, 在我看来他触痛了一个, 西方的一个痛点, 所以为什么他最后这个片子, 没有获奖, 那么刚才小冯提到这个呢, 我觉得, 中国这个你说, 我不知道你这个意思什么用于, 你说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模式, 是不是能解决西方这个未来也是移民的, 中国的是农民工的问题, 是不是有关联, 我认为这两个不同的关联, 是没有关联的, 谢谢啊, 我来回忆你, 等一会吧, 下面还有几个发言, 然后最后一块让你回忆, 同标, 我那个, 喂, 我刚才挺少的, 喂, 喂, 我挺少的, 喂, 我很久, 看着没有, 你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吧, 我们下面还有三个, 然后最后回应的时候, 一块回应, 时间还有问题, 好, 我那个很简短的一个评论和一个问题, 就是, 刚刚不知道张博士老太在不在, 就是, 他提到这个中美关系是重做这个制度, 价值观, 中美关系, 然后, 民主国家利益, 那, 基本上这个分析框架, 这个提法我是可以认同的, 但是, 但是关键问题包括这个李伟东, 他刚才讲的这个逻辑也是,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地缘政策什么的, 那, 那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一个挑战, 就是, 就是这个, 目前的中国政府, 它是否代表中国的这个民族利益, 或者中国这个国家利益, 这个中国当然有民族国家利益, 但是, 但是这个中国政府是不是它的代表, 那, 我觉得在某一些方面, 从理论上来说, 中国政府当然代表, 就是, 代表中国的, 代表中国利益, 虽然, 虽然这个一些, 一些这个, 人权啊, 自由啊, 但它没有选举啊, 这些方面, 中国政府, 跟中国人民的利益, 是完全, 敌对, 背离的, 但是, 比如说, 国防啊, 打击犯罪啊, 保护环境啊, 防疫啊, 这些东西, 从理论上, 就是, 中国政府是中国利益的代表, 但问题是, 但是你看这些, 比如说, 比如说, 保护环境中过去的这种, 这种, GDP主义, 它完全就把环境完全破坏了, 包括防疫, 它利用防疫把, 把人民全都捐起来, 也是, 也是和人民利益敌对的, 所以, 总体上, 中国政府, 它不代表中国人民, 你们的那个, 那个理论框架, 什么地缘政治啊, 等等, 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有一个问题, 就是, 请教这个, 赵世成教授, 就是, 关于这个, 你说到这个, 目前的这个, 中国研究者, 包括从, 从白宫到, 到国会等等, 都是, 都是这个, 都是鹰派, 找不到鸽派, 然后呢, Lampton, 他说, 这个, 所有这些问题, 都习近平造成的, 但我有一种感觉, 他们觉得, 习近平造成了这些问题, 那回到, 回到这个, 江泽民, 胡锦涛是他们最, 最理想的, 就是, 赚大钱啊, 中美关系, 也都不错呀, 这种, engagement, 甚至是一种绥靖政策, 所以他们想, 他们并没有太大, 太大的兴趣去, 去推动中国民主, 他们就要回到江湖, 这个做生意, 然后继续随靖就好了, 是不是, 是不是, 这样一种, 为什么? 叶银, 你不是讲药吧, 不是讲药吧, 如果讲药, 我想讲一讲, 就是, 最近的变化, 最近的一些, 戏剧性变化, 这个, 和景后话题的, 你就站在那儿, 两分钟吧, 你传谣吧, 我们现在呢, 就是讨论的是, 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前提, 那么, 那么, 这个二十大, 就是, 将会在什么情况下召开, 当然, 马上是要十月一号, 这个时候, 中共的这些, 应该出现在前台的人物都会出现, 我们很快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个答案, 那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 综合一些, 有人给我发来的大量的信息, 就是, 除了这个, 乔民啊, 什么这些, 这个军委改革会, 习近平没参加之类的, 之外, 有一些重要的发展, 第一个是, 央视十五台, 播出了, 这个, 光沫村啊, 老演员这个, 这个中音, 光沫村, 这个, 歌唱, 就粉碎, 没有, 没有地方发言的时候, 就是通过newsX来传播他的声音的, 这个, 这是newsX电视台, 那么, 最近就是说, 习非常奇怪的, 这个, 呃, 就是, 销声一记了, 那当然我们, 我们很快就能看到, 这个, 就是, 马上就要国庆招待会了, 那个时候, 怎么样的, 市面大家很快会有答案,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 这才有三句话, 因为我不能同意这个, 呃, 就是李伟东的, 就是这个, 这种民族主义论, 现在中国人民, 我,呃, 中国人民只有两个盼望, 第一个盼望是什么呢? 共产党内乱, 没有共产党的内乱, 中国一切进步都等于零,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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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个话, 不是没有根据的, 我为什么要跟踪这个, 就是新冠这个, 呃, 作为一个课题来讲, 昨天邓一文, 故意这个, 只讲, 只给我, 那我七分钟啊, 故意说十分钟到了, 那个, 这个题目, 当中, 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上海是一个两千七百万人口的城市, 最后, 中国共产党可以成功的在一个两千七百万人的城市里面, 对这么多的住民, 进行的长达一百多天的管控, 有跳楼的, 有上吊的, 有饿死的, 就是能够反抗。 OK, 反抗的有两处啊, 一个是在金陵东路, 一个是在徐贵区的吉贤区, 是外国人, 这个, 就是, 法国的这个侨民, 出来, 法国人比较浪漫起来带头反抗。 那么, 其他国家的国家的国民, 包括老外, 通通都趴下了, 跪下了。 那么, 最后这个结论呢, 变成什么呢? 只有共产党, 在那里救中国。 第二个是, 为什么不能,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民族主义? 因为, 中国人民还有一个盼望, 就是外来的干预。 如果没有外来的干预, 中国人的另外一个盼望, 中国人民的另外一个盼望, 就被断绝了。 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必须旗子先临地反对, 反, 台湾科技实际上已经过失了, 台湾五年来不会有战争的, 要是发生台海战争, 美国根本不用这个就是出兵, 就能控制这个局面。 为什么, 什么原因, 我就不说了。 中国人民什么时候, 打空爆弹, 1996年的空爆弹, 不是榴莲坑首先说的, 是我首先, 下这个机制炸弹会动开。 那个,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邓一文了, 你再谈, 你说一个问题是吧, 过来问一下, 然后我们就请发言的人回应, 张文哲。 张文哲。 其实, 我其实这问题跟这个张文哲有关, 就是我谈一下这个中澳关系, 因为他的高度谈到这个, 我们谈中澳关系比较少, 这个中澳关系确确实是所谓的制度, 这个政策, 这个合作跟美国是一样的, 但是, 与美国, 因为我们知道, 就算是欧盟的整体系列, 他也这个没有美国强, 所以说, 他如果要跟美国这个, 就是说, 美国一样的话, 要跟中国进行这个制度竞争, 包括这个恶制的话, 美国有强大的军事, 美国有高科技, 这些都是欧盟是缺乏的, 我实际上问好, 这个张文哲两个问题, 欧盟怎么来跟中国竞争, 第二个问题, 涉及了一个具体的, 这个中澳经贸全面合作的,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中澳经贸全面合作已经暂停了, 那么, 从这个中澳经贸全面合作本身来看, 这个暂停的话, 这对中国的市值大, 还是对欧盟的市值大, 我们下面就是, 先是张文, 然后是这个小鹏, 最后是赵雷生, 我们就上午的八言就结束了, 张文, 可以, 听见吗? 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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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回应一下, 第一句, 先回应一下, 李伟龙先生刚才说, 我的看法是, 随着美国人, 我不知道李伟龙先生怎么得到这个印象, 我基本上是按照一个学者的方式在成熟, 我做的一个警示,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出这样一个印象, 我基本上是在一个成熟, 为什么找到这一步, 这是我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也许跟这个话有关, 李伟龙先生多年前提了一个, 红色帝国的一个提法, 我觉得是非常敏锐的一个提法,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矛盾, 如果李伟龙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红色帝国, 如果要努力去实现的话, 怎么设想西方会束手待毙, 看着这一个红色帝国在世界扩张? 从这一项说又上升到, 他自己刚才博士的这样一个随意识形态, 但是不是重要, 实际上是国家地缘政治等等, 我从来没有否认, 自己也严重为一点地缘政治, 坦白说十年多了, 对地缘政治还是有一点自己的心得, 我从来不否认, 中美在当中的他的这方面的一个意义, 但是我刚才要强调的说, 还有另外一些东西, 就是我要用欧洲的例子, 来做这个证明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所有的一些事情, 都归结于美国的维护自己的霸权, 那我想这个还是比较偏颇, 我刚才没有来得及展开的事情, 比如说我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大家如果要知道欧洲那些天, 将19年的时候每天在报道香港问题时, 对土豆人, 对政治人物的那种震动, 我想可能当年大概八九十分连续的报道, 可能会比较类比, 有些类比的, 我想这个怎么可能不影响到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 在这一点上, 那中方是不是有它自己的责任呢, 走到这一步呢, 我想这是一个第二要说的, 第三点就是回到恰恰是跟这个, 德里文先生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有关,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要提可能提另外一句, 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 所谓欧盟是不是美国的跟班, 那么中方呢, 大概也有这样一个定见, 这个我想是这样, 就是美国毕竟是这个西方的老大, 在刚才德里文先生提到的, 这个所谓跟中国的制度竞争上, 当然是美国, 美国是美国, 但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制度竞争, 它是一个民主各方面的生活方式, 价值, 一个整体的东西, 在这一方, 这个对手, 绝对不能低估欧洲人在捍卫自己的价值, 生活方式时, 会展现出了他的那种勇气, 这个是永远生活在一个威权体制当中的人, 或者是即便是到了西方, 曾经有长期的威权生活方式的人, 很难, 如果不注意, 很难理解, 因为你去观察, 他连从小的教育, 小学的人像我们从小去, 毛其万岁一样, 那今天, 仍然对许多人造成那种, 智力上的这种判断上的, 思维上的这种仅价, 那西方人是从小就是受这种教育, 所以这方面, 永远不可能不要低估, 那这一点上, 有一个现实例子, 就是普京在做这种判断的时候, 你们西方是个堕落的, 不敬意, 不堪一击的国家, 他没有, 永远不可能想到, 这个在历史上也曾经, 多次发生过这种判断, 威权国家这些人很难理解, 而实际上民主国家, 在真正面与生存亡的时候, 会有它的反应, 就是我要提及的在这一点上, 这个不要低估, 那欧洲人会在捍卫自己的这种自由价值上, 至少有相当一部人会坚持到底, 我想这是刚才提到的, 那么至于说具体的竞争, 那欧方已经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措施, 这个我今天没有办法, 具体的介绍, 比如说芯片问题上, 欧盟推出的最新的通过的这种, 去年通过的, 在2030年之前要重新, 在90年代初的时候, 芯片生产欧洲还占据50%, 那么现在大概只剩了10%了, 那么欧盟推出这个方案, 就是在2030之前要重新至少要占到30%以下, 所以欧洲还是有它的相当的一些, 不能完全低乎欧洲的能力, 我想这是我要, 特别是当他们协作的时候, 还是有它的相当的实力, 这是我要提到的一点, 这个我们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 中欧有一次高层会晤, 这个中方的领导人齐玉平, 在霍兰局官报导, 一种教训的口语, 让欧洲不要跟班, 我想我不知道中国的智囊, 这个是愚蠢, 无知, 还是这些人即使知道没法跟说, 因为从这个角度讲, 你这样跟欧洲人说, 其实是只会让欧洲人更加对中方有反感, 因为欧洲人在争取自己的, 他们自己立场, 尽管跟美国有协调, 但是也是有保障, 一直是争取欧盟的独立和自主, 一直是欧盟这些年, 在政府上一个重要的一个努力方向, 谈到最后两句话, 是这个欧盟和中国的协定, 那是谈了7年的一个协定, 这个中方为了在抢在拜登当日胜任之前, 这个赶快通过, 同时孟克尔作为欧盟民主主席, 马上协认, 在这个观念的时候, 中方做了一些让步, 欧盟也争取得到的好处, 因为欧盟的企业家在中国所享受的代理, 事实上比美国的企业还差很多, 这个上面有一个补偿性的这种要求, 那么当时是通过, 是2020年的年纪, 那么是最后的一天宣布的谈判, 那么当时很多人欢迎, 我个人在2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这个, 这个台湾的记者的长途采访的时候, 我就说过, 我是最后很不一定能通过, 其中一个判断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整个的那种反感在起来, 因为最后要通过欧盟, 通过欧洲议会, 而欧洲议会不见得能通过, 而差点这个时候, 欧盟呢, 对中国因为新疆问题做了一个并不是很强烈的这个制裁, 像是更大于十里一, 而中方呢, 却做了一个激烈的全方位的反弹, 觉得反正你们欧洲也可以这么了不起, 结果呢, 这个事情引起欧洲的强烈的反弹, 至今为止呢, 这个2021年的五月份就宣告了这个云存事法, 这个协定呢, 今后在相当的时期内, 我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这种返回的可能, 除非中方, 这个能够自己放弃, 这个呢, 我是有怀疑的, 好, 好, 谢谢张, 那个国安华刚才你说你是有个问题, 还是, 对, 会有一个, 你要问就问一个问题, 没有时间发言, 他们两个要, 要反复吧, 不解, 这边张安卫要反复吧, 给我一分钟,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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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 中欧关系呢, 我是听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谴责, 我在国内政策问题上是强烈的攻击政府的, 因为我观察的很细, 跟踪性的研究, 在国际问题上, 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 不光有个地缘战争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 它这个民族历史, 还有一些下识的谋论, 比方说, 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这基本上就是说, 北约东坡是在造成的, 在这个问题上, 我跟很多人讨论过, 而且争论过, 北约在这个乌克兰战争问题上, 有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俄罗斯在开战之前, 一再地要求北约停止东坡, 因为在俄罗斯解体的时候, 苏联解体的时候, 北约对俄罗斯是有承诺的, 它这有具体签约文件在那里, 所以普京一直在说, 你们跨越了底线, 你们跨越了所有的, 打破了所有的承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也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 当你北约一直在东坡, 在开海外一向不不激进的时候, 还有什么其他的? 我这个问题就不用说了, 没必要说了。 好, 我就简单地接受一下。 我的看法就是说呢, 我们能不能从比较刻画的独立的决斗, 提出我们自己, 海外学者对这方面的建议? 现在我们没时间, 我下次讲。 好,谢谢。 小彭。 好。 你没时间? 没有, 这个, 这个, 我们在谈这个世界秩序的时候呢, 我觉得, 我是其实忽视了亨廷顿这个文明冲突, 亨廷顿提出来,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的解释是不对的, 有些话也没有说透。 这个, 中国崛起, 他对世界的未来秩序, 是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就超越了, 他有他的普世价值, 他是一种人上人的普世价值, 他不能够, 他不能够, 就对中国人来讲, 就是说, 他变换这些东西是很容易的, 所以中国人对这个天下的这种, 插序的这种理解, 必然会跟西方的这个天上人的这个文化传统, 这种平等的加分这一套的这个世界秩序理解, 必然发生冲突, 这个冲突是长期的, 但是现在我们要避免的, 就是说, 这个冲突变成一场人类文明自杀的这个, 所以中国的责任非常重大, 我们现在这个习近平代表的vision, 是非常可怕的, 是自毁毁人的逻辑, 那么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未来的世界秩序, 它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 当你这个主权在民的价值已经成为一个大家普遍见识, 但是这个主权在民给世界带来的一个结果, 是大家都失去了家园, 这个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 以政治的独立的实体, 这个边界, 民族国家是把战争合法化的, 这个边界最后是用战争来解决的, 那么我提出来的问题呢, 是能不能用一个不用打仗的办法, 来界定你的政治共同体的边界的身份的问题, 其实跟欧洲的关系, 欧洲提出了自己的理想, 我们现在对欧洲, 因为欧洲打打的太惨了, 对不对, 但是中国人不能简单的把他们那个超过来, 是吧, 我们要有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vision, 这两个vision, 我们老那么谈来谈去, 我们一会用自己的人上任逻辑, 一会用什么合适, 我们就用什么逻辑, 这个是要命的, 完了, 叶宁的绿数是完全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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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刚才说法的, 就是刚才抢这个话。 刚才有个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说, 美国不喜欢习近平, 是不是喜欢胡锦涛和, 加勒明, 当然领导人的, 刚才讲vision, 领导人的政策作为, 这些在中美关系当中都是很大作用的, 但是美国对华政策, 基本上是有三个方面来决定的。 一个呢, 就是从美国和中国交往的一二百年来, 它有一种就是, 一种对Orient, 中国这种远方的市场, 中国远方的这些, 中国老百姓的, 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的, 对美国将来的, 有什么样的益处的这样一种向往。 曾经有人说过, 如果中国当时六亿人口, 每个人买一瓶美国可口可乐, 美国呢, 经济就能很大受益, 所以在经济上, 美国对中国是有很大的期望的。 但是呢, 这些年来, 美国跟中国做生意非常失望, 认为中国呢, 不用公平竞争的方法, 中国呢, 就是take advantage, 利用美国的市场开放, 利用美国这样一种开放的社会, 占了很多美国便宜。 现在美国那些企业在中国做生意, 越来越难度, 请要求这个技术转让, 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公平的限制。 所以,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啊, 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这样一种祈求, 这些年来呢, 是越来越失望,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美国, 他们有一种传教式的形态, 就是很多年来啊, 跟中国打交道, 就是要拯救中国人的这种心灵, 自从当年跟中国打交道, 所以一二百年来, 一直是这样的。 现在, 在中华人共和中美建交以后啊, 在这种关系当中, 美国仍然有这样一种, 就应该是, 就是让中国变得更像美国。 那是热战, 那是热战以前的美国。 现在这个, 现在, 你说那个, 这个, 克尔坎贝尔那些人, 就是说, 我们当年根本, 就我们跟中国接触, 根本就没有想要改变美国, 改变中国。 其实, 这个现在是, 事后诸葛亮, 但是改变不了中国了, 现在。 他说, 我根本就不要改变了中国。 其实, 你记得李克松, 1964年, 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 就是, 68年, 68年, 当时呢, 他就是说, 当时要结束约战, 要跟中国打交, 要把中国拉进来, 跟帮助美国解决约战的问题。 但是, 他当时说的很重要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跟中国打交道,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 如果中国不改变, 这个世界就不安全。 他因为中国这种专制制度, 和中国在那儿呢, 那种业狼自大。 其实中国当时是很落后的, 但是中国认为自己, 是一家最发达的国家, 要做很多对美国认为很坏的事情。 我们也把中国改变像美国这样一种, 美国有相同的价值观念。 然后呢, 把中国拉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 这样一来呢, 中国就不会跟美国对抗。 所以美国一直想改变中国, 但是呢, 美国也改变不了, 越来越改变不了。 其实不光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习近平上台之前, 美国就开始意识到, 改变不了了。 第三个呢, 就是原政治这方面。 就是说, 中国呢, 过去很弱小, 美国很愿意扶持中国, 帮助中国。 其实, 从这个, 1900年的这个, 那时候美国要求尊重中国的主权, 这个八国联军, 让美国要求尊重主权, 二战以后, 美国坚持让中国作为大国, 联合国安理会, 因为当时中国很弱小。 但是呢, 现在美国已经越来越意识到, 它培养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竞争对手。 它自己造就了一个, 自己觉得是一个, 要美国的掘墓人。 所以, 美国现在越来, 在这个方面呢, 越来越不能够容忍中国。 所以, 从所有这三个方面来讲, 不管是习上台, 还是台外的民族主义。 就是, 把所有的国家, 就讲民族嘛, 就是V versus Li, 我们两个不同的民族的这样一种区别。 其实, 中国民族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 是比较, 因为叫affirmative, 就是想外国尊重我们。 但是, 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是一种仇外的民族主义。 中国人啊, 就是鲁星说了一句话, 中国人你要么给我, 要么我给你下跪, 要么你给我下跪。 很难公平地对待别人, 很难公平地对待自己。 中国我过去受苦了, 我过去被你们凌辱了, 现在我要领入你们。 这种中国民族主义很可怕呀。 日本人当年侵略中国, 我现在比你强了, 小日本你得给我下跪。 现在, 中国这样一种民族主义, 如果大家去支持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话, 我觉得中国将来未来非常可怕。 我们是极爽数, 不过是你们想变的。 干人。 干人。 你们作为学者, 在世界的言论场, 不停地逼中国适应美国的说法, 让两个大夫打起来, 迅速这样一个逻辑, 我真的对你们很遗憾。 我想简单回应一下, 我想简单回应一下, 王锡泽先生刚才提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 用反共还是不反共, 来衡量胡耀邦和赵紫阳, 来衡量胡赵基金会, 未免简单化。 我没这个意思。 胡和赵的case不一样, 他去世的时候还保持着党性, 但是他保护意见, 他容许不同的这个看法, 是民主的基石, 值得我们纪念。 至于赵紫阳, 他是在被软禁16年当中, 对共产党有深刻的认识。 他说这个党没智了, double cause。 然后他说, 中国应该走民主宪政的道路, 所以你说他是反共还是不反共? 至于胡赵基金会, 我们的宗旨是联合党体制内外 和海内外的朋友, 一道努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 你说是反共还是不反共? 谢谢。 这个党都还真真主要。 你们俩一分钟。 他们就说这是我的意思吗? 我说你不懂。 你不懂我评论我评论你, 你不懂我评论我的意思。 我要把丘异业明星不是我的意思, 你不懂我评论嘛, 你不懂我评论你, 你不懂我评论你啊。 感谢观看